各位大家好,我是老篇宣真,欢迎来到宣真解说 还是街巴尔的大失局 那今天对战的双方,一匹可乐肯,两匹是全王专业户 好,上来一下马,我也打晕了 好,旋风腿腻起来 什么鬼,没有腻晕 打晕了,摁头 我们专业户兄弟 遭受了打红人以来最大的一次 磨头杀 被对方袖飞起来了 直接袖飘了 这是真的最袖的一次 在拳王的身上全取三分 打了一个perfect 这把可乐肯,不得不说真的打得非常好 走起来好了 失去功能这一拳,没有打出来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手 他的水平会越来越高 那对策智慧越来越少 哇,这一拳 针尖队卖满,冲出来 难为拳王兄弟了 拳王兄弟被笔板边 收保护费了,兄弟 把你打拳的出场费交出来,兄弟 这边要收出场费了 这边是经纪人,经纪人很不开心 殊不知经纪人是退役的拳王 只不过现在走非主流的路线 突发忍成金黄色 经纪人来了,经纪人 拳王这边,现役拳王 背身冲,漂亮,两波 下拳上拳,先偷下盘再跳上则 不错,压满边 机会吐奶,再吐奶 哇,两次颜色不一样 黑心经纪人 收拳王的出场费 拳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经纪人始终还是经纪人,兄弟 什么鬼 两个神龙 哇,这把太秀了 拳王兄弟又遇到了新的红人挑战 机会能不能打晕,漂亮 哎,没有打死 留下了隐患 完了,完了,完了 其实我的铁头弓从来就没有荒废过 还是弄死了 好,各拿一局啊,各拿一局 看一下第三把 兄弟走起来 好,开始波声流了啊 经纪人想不能跟你硬碰面啊 毕竟是把老骨头 走,好,下盘 这边跟你玩巴西柔树啊 不能跟你在内堂上打战力规则 一定要打巴西柔树才可以 要跟你拉开距离,打立回 走 好,对方冲过来,下盘 对方明显不太适应这种 裸脚规则 哦,功能 功能一拳 漂亮,突来 好,近身,没有出来 一波,再波 开始了波声流 拳王队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化 显然不是太适应啊 好,追身,漂亮 没有打晕,两拳 哎,提前出腿了 不得不说,这局非常的优秀啊 一批的话,及时改变了策略 开始波声流了 好,两拳 哦,这个先手 两批打早了一点 再晚一点,对方就被击晕了 哦,两个人同时晕了 哇靠 什么鬼啊 这场跨日之久的对局 看一下,谁最终笑到最后啊 经纪人还是 要倒吗 就为了区区五块钱的出场费 双方大打出手 拳王又心又不甘 继续从角落出来 哦,这个神龙 啊,经纪人确实有了两把刷子啊 最终以拳王败北 交出出场费 告终 感谢收看,下期再会 贵哥人的好 我是老费全身 欢迎来到全身解说 啊,继续为大家送上是 全黄九五的大事局 啊,有一批 下路相逢 啊,对着两批 PVF9 哦,上来就打云 什么鬼 说话之间 啊,强弩灰飞烟灭 谁叫强弩啊 不要乱啊 走 挑逼 啊,挑逼风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多三个斤 打身后啊 差一点 下比 下一斩 啊,有东西来得太快啊 猝不及防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啊,这个手法控制的 非常的不到位啊 这把 两次机会 没有打死 啊,原本会 非常的快 因为原本他的血量 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说九五打人 还是非常疼 反正只要打到一套 基本上就再见了 哦,漂亮 不等对方落地 有了,有了 啊 差一点点 没有接上 落地连累瞬间 回升的非常快 走 打个穿透 对方直接升龙 啊,这种高手局 啊,大师局的话 你要知道啊 对方要干什么 或者是对方出招的时候 你怎么去破 还是要挂 好,看一下啊 双方的第二局 好,这边选择是 驿战是忍者啊 忍者 两匹是板鞋梁 走 打个落点 跳地两段 啊,依旧是跳地两段 落地下一切 要占地 没有什么突破 一个神龙倒地 多闪攻击 相应斩 有了机会 能不能打云 啊,漂亮 啊,忍者就是强 摸到一套就要死 根本不给机会啊 啊,大家可以学一下 这两个人的手法 非常的精妙啊 他的手法 好,侠应斩 对方占地 选择在下前地来 牵制一下 起身 一到旁边 下臂 侠应斩 多闪攻击 蛇蟹两段 小身后 要打晕了 啊,差一点 差一点 啊,王先生跟玉先生 走到一起了 就要差一点 好有一笔啊 啊,最近没少听 郭德纲的相声 好,来了 机会 能不能起飞 啊,两个扇 两个扇 下一 再偷下牌 他这个连段 别看他这个 比较基础的操作 但是 你突然来玩的话 可能还玩不了 战A 下A 他属于木鸭 然后取消 是最后一个A 再偷下牌 要用426D 取消下A的硬直 才能取消下A的硬直 接上一个下D 非常的难 走 哦,什么鬼 刚才 倒地 挺身 打的一个豪 小C 挺身 直接起飞了 这个血量 下的就比较正常 跳C 压 啊,球五的话 是一款比较严谨的作品 非常的严谨 没有什么简化出招的说法 对方多多逼人好的 前前 跳C过来 直接压头 反其量 反其量 反其量打八神 只能等对方落地 然后跳 跳地 打高点 然后可以打到对方起身 安全跳 好,起身 安着这个圣龙 跳过来 偷下盘 还要来 哦,有了 有了 兄弟 打死了吗 差一点点 奎花确实牛 确实牛 居然打了一个perfect 不是perfect double ko 后面这一把确实好看 打了六个奎花 double ko的情况在95也是很常见 非常的常见 好 小冯 小冯是个地头 不是指定头 哎,对方两个圣龙 还是要把气勾一勾 聚一聚 稍微安全一点 叫做压 葵花 难道要中必杀 漂亮 落地直接圣龙 再见 好的 大家喜欢全程解说 建议点播关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老片全程 欢迎来到全程解说 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 薛黄97的高手局 有一批黄蚁对两批克总 好 一批 两批都选择大猪 看一下两批怎么选 好 都是大猪打头阵 走起来 好 车一波 车出来 下盘 后车 一个甩锤 打猪打大猪 先把对方刚死 就意图非常的明显 好的 一个后前 支撑飞机来了 大猪机遇起飞 是不可能的 来兄弟 都是玩球的 谁还没有两把刷子 对不对 谁还没有两把刷子 扶我起来兄弟 好 开始转 比到旁边 又想把大猪转死 不是那么容易的 真的很难 好 后车跳C 反正大猪就是上来拼血的 拼到一个是一个 拼死一个算一个 好 玛丽还是比较克这个大猪 不能乱动 走 好 跳CD 咦 啊 漂亮 走 好的 猴子来 猴子就要飞天啊 就没有玛丽什么事了 啊 进半边 开始飞天 但是 没有飞到位置上啊 没有飞到位上 好 后车 防得不错 刚才这个防御 确实很不错 走 再来兄弟 三 哦 又是这招 哇 这招百事不爽啊 只要穿到啊 有气的话 绝对是一个臂下 根本不给你机会 完全不给机会 好 又到克拉克 打猴 时间到啊 好 空抓 一波 下盘 不要动 后车 好 原地钻 兄弟 看得非常准啊 只要你摸 有气的话 就是一套 比到半边 空中 但判定啊 克拉克也是比较紧身 打确认的话 要等对方落定了 好 一个 等对方起身 AB左右 非常的 舒服啊 非常非常的舒服 走 好的 又是一个空抓 这把克拉克 真的是绝了啊 还要被抓 感觉还要抓一把 完了 完了 诶 失误了 哇 真的抓死了 哇 这个 真的是打猴专家 猴子根本动不了 两个老对手也是啊 你抠我一下 这是我还你一脚 双方过起了家家 叫做 英雄吸英雄 今天到你家煮饭啊 明天到我家下锅 不错啊 小酒喝起来 谁还不会打个九七 这是 走 我感觉要被抠死啊 这个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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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要重现了 哎 这不可能翻盘的 这个 啊 一绝 一绝 好 大家喜欢全天解说 进行点码关注 感谢收看 谢谢 下次再见